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道家常菜 包炒洋葱 首先我们捡一点姜片进去 大概这么多 然后准备一根青椒 从中间给它捡开 然后再横着捡 给它捡成一条一条的 捡一根青椒就差不多了 毕竟这个只是配菜 大概这么多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锅里倒油 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主角登场了 首先我们把洋葱的块皮给它剥干净 大概就像这样 然后我们给它切成片 然后丢到锅里 然后给它翻炒一下 也倒到一直没有炒 防止它焦了 然后我们把剩下半颗洋葱切好 也放到锅里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分享家常菜 喜欢的朋友关注和爱心点一点 谢谢各位 不停的翻炒 把洋葱炒散回去 接着我们加入一些酱油 再加入一点点的盐 接下来就是不停的翻炒 炒至变色 我们给它加入半碗水 然后翻动一下以后 我们盖上锅盖 温煮五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样做一份简单又美味的 爆炒洋葱就完成了 是不是觉得非常简单呢 你也快去试试吧